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米卡丁车 目前这款产品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 我们提前搞了一台 给大家讲一讲 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这台车是小米旗下的生态链公司 纳安博 9BOT设计的 纳安博是一家老牌的平衡车制造商了 小米网上的9号平衡车 跟9号平衡车PLUS 都是他们设计和制造的 今天的这台卡丁车 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实是第一代9号平衡车的一个拓展配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车其实是没有后轮的 我们需要额外的准备一台9号平衡车 把它跟这个车架组装起来 才能开始驾驶 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方位的测评 我们也是下了重金 刚刚从小米之家洗提了一台平衡车 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是如何组装跟驾驶的 正式开始组装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车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卡丁车的颜色 是以黑色和白色为主 也符合之前产品一贯的设计风格 车架是钢管的结构 非常的厚实 车壳则是由塑料材质构成的 整体的外形还是很有运动感的 让小编不禁回想起 以前上学的时候玩的卡丁车的网游 你们猜到是哪款了吗 方向盘连接了底部的连杆 用以控制方向 底下有一个活动的扣 可以根据您的手的位置 去调整方向盘的高低 正面有一个电池舱 里面有6节5号电池供电 前面板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踏板 据说一个是油门 一个是刹车 除了踏板的刹车 在车身的右边还有一个手刹 听相关人士介绍说 是可以配合来做飘移的 听到小编真的是心潮澎湃 骑了这么多年的雅迪 难道今天小编能开着他上穷米山了吗 接下来是车架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些标尺的指示 这个是用来调节整车的长度的 所以无论是小朋友 还是比较高的成年人 都可以驾驶这个车 而且据说它的最大的负重 可以达到200斤 一般的成年人驾驶都没有什么问题 车座的部分是一个一体成型的塑料座椅 上面贴了两块海绵 这个设计应该说比较节约了 长时间的驾驶肯定是腰酸胃痛是跑不了了 车的尾部我们就在后面来详细介绍 我们需要把平衡车跟车架组合起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把平衡杆给去掉 因为我们买的是一个新的 所以就没有安装 接下来要把这个车子给调转180度 把它给转过来 然后卡轻车附带了一个延长线 我们要把这个延长线插到平衡车的充电接口上 接下来我们要把电板扣在平衡车上放牢 然后把卡轻车抬起 把平衡车放到底下去扣住 底下有两条固定带可以固定住平衡车 最后一步就是把平衡车的延长线跟卡车车的电源线接到一起 好的 现在我们就把卡车组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把车给开起来了 正式开始驾驶之前 那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戴好防护护具 以及要系好安全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卡车车的驾驶感还是非常强的 得益于这个很低的底盘 驾驶的时候速度感还是非常的强 车子的动力也不错 起步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推背的感觉 如果要说到这个卡车车的不足 我们觉得是在转向的时候可能会偏硬一些 如果抓不稳的话 有一种随时可能被这个车子给甩出去的感觉 今天的视频测评 就到这里 这个卡丁车的续航 还有最大时速的参数 我们会在经过一个更深入的测评之后 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呈现给大家 关于这台卡丁车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里呢 统一解答给大家 好的 谢谢 再见